熟烈火照亮夜空整栋大楼陷入火海之中 数十辆救护车在场外待命 不停闪烁的警示灯海令人看了心惊 民众用镜头还原现场惊悚瞬间 害人的画面陆续曝光 巨大枪响宛如变炮声不绝于耳 人们不敢回头只能拔腿逃命 俄罗斯首都莫斯科科罗库斯音乐厅 22号晚间发生数十年来死伤最惨重的恐怖攻击 震惊国际社会 根据报道至少三名枪手在音乐厅内开枪扫射 甚至投放手榴弹或燃烧弹 有的民众看到身边的人被杀害 最后选择装死才逃过一劫 人本欢乐的演唱会顿时沦为人间炼狱 有民众拍下枪手疑似手持AK47步枪走出大厅 对此武装组织伊斯兰国ISIS大方承认罪行 还挑衅表示枪手都成功搭车逃逸 全身而退 不过最新消息传出 俄罗斯当局所逮捕的十亿人中 就有四人直接参与恐怖攻击 美国表示三月初就有接获 莫斯科会遭到恐怖攻击的消息 也马上警告俄罗斯 外界猜测ISIS发动攻击的原因 可能与俄罗斯总统普丁 长期支持叙利亚政府对抗ISIS有关 俄罗斯当局目前正进一步调查 现场起获的武器和物证 就判早日理清真相 为无辜百姓讨回公道 近新闻王家政 周炳杰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周炳杰报道